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看这部剧的制作质量 流水迢迢无疑将成为未来最具期待之和分量的古装剧 该剧在古装剧集中备受关注 主演人家伦和李兰迪的高人气为剧集增色 人家伦在打戏中展现高水平的动作完成度 与群演过招精彩 展现男友力 李兰迪再度解锁新造型 以身淡蓝服装 状态出色 给人眼前一亮 徐正希以帅气外星和卓越表演天赋在影视圈站稳脚跟 受到好评 张雅清凭借古香四曲成为新晋古装女神 表现让观众惊喜 除了主演 该剧还有张峰逸 温真荣 季潇斌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真容强大 其次 来看看这部剧的导演周靖涛 周靖涛被认为具有出色的指导能力 对剧集质量有高水准把控 在周靖涛的领导下 剧集再孵化到剧情还原度 动作戏呈现等方面有助高度保障 周靖涛曾经指导过《狼牙榜之风起》《长林天圣长歌》等热门剧集 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周靖涛还是原著作者萧楼的好友 两人曾经一起创作过《狼牙榜》的小说 萧楼也亲自担任了流水迢迢的编剧 保证了剧本的质量和原著的风格 周靖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流水迢迢这部剧有助很高的期待和信心 他希望能够给观众呈现一部具有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再次来看看这部剧的最新路透 最新路透中 任佳伦一身蓝衣 带有伤痕 战损装给人惊喜 据悉 这是他在剧中的重要戏份 与徐正希的角色培演有助深刻的渊源 任佳伦在多场动作戏中表现出色 打戏引起网友热议 相关词条冲上热搜 网友纷纷表示 任佳伦的打戏太帅了 期待他和徐正希的对手戏 任佳伦的战损装太有感觉了 看得心疼 任佳伦的眼神太有戏了 他和李兰迪的爱情一定很念 刘水迢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网友们都表示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刘水迢迢是最期待的古装剧 缘著太好看了 希望剧版能还原 刘水迢迢的主演都是我喜欢的 任佳伦和李兰迢的颜值和演技都在线 刘水迢迢的导演和编剧都是大神 相信他们能拍出精品 认为这部剧是一部具有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不仅展现了一段快乐国家 江湖 朝堂的爵士爱情 也反映了一种胸怀天下 为民请命的精神 总之 刘水迢迢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古装剧 它在各个方面都有望成为同题材作品中的翘楚 期望该剧在后续开播时能成为古装剧中的新天花版 网友们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